他只需略微一口整个新竹政府都将收归 他有给他游戏课金 他能玩到明年如果他办了迷鹰大赛 那奖金一定会有特斯拉没错 就是放火 他爸的那台特斯拉根据尊之前的透露 放火家族18代都是王室出生 甚至已经超越了罗斯柴尔的家族 曾经台湾是一片孤岛 直到放火家族来到之 后十大建设都是他们家族赞助的 台湾岛上土地都是放火家族的放火家族 是这个社会爱的超人家族 会对所有人发动资产的光线 这种光线的威力 甚至可以让台湾岛移动三公分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曾表示 如果上帝要杀了放火家族的所有人 我会毫不犹豫地对上帝开枪罗斯柴尔的家族也直言 我曾靠放火家族征服了宇宙 直到遇到了放火 当他开始赞助资产 我就知道我的家族已经结束了百万肉就辈野兽先生 也表示有一天放火家族用资产赞助我数 那放火家族的财富一整晚后来不是我爆红了 而是放火家族的实力 我吓到了每当放火不知死活地疯狂拍片 那他会连开十一年 总有一天我怪兽先生也会帮他维持在十亿位数 他也不会辜负我的帮助 他将化为放火家族的重要角色 也不会他之前的实力赞助其他实抗主 对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但放火有一个缺点 只要一提到家族资产多少 他就将想起家族的秘密协议 而下意识地隐藏家族秘密大型纪录片 放火家族传奇持续为你播出 感谢观看